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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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有余者 人夺之 是人不足者 人宇之 如果换成今天的场景 这就很像丈夫正准备参加同学会 其子叮嘱他 别炫富 免得被人开口借钱 还叮嘱他要多哭穷 这才能唤起老同学的同情 愿意帮他的忙 这个道理虽然深得老子 柔弱胜刚强的精髓 但用在同学会上也许还算合适 用在战果争霸时代 其实风险很高 人类历史上越是生存压力大的时候 人心就越会归向强者 这就是不可为拗的天性 主动示弱只能作为权宜之极 而一旦作为基本生存策略的话 示弱注定就会变成真弱 等哪天回过外来 再想翻身 那可就难上加难了 单纯从技术上来说 只要基础实力过关 反而穷兵独武 有其深刻的合理性 打中脸也要冲胖子 这样才能对外保持威慑力 对内维系凝聚力 秦国就是这条路上的成功典范 而韩国的示弱国策 并没有给自己讨的多大的好处 申补海和商鞅 虽然同为法家大事 但有一点重要的不同 商鞅变法 商鞅的个人命运 和秦国的富强牢牢牢绑在一起 如果秦国没能走向富强 商鞅呢 也就保不住权力和地位 而申不害的个人命运 绑定在韩昭侯的个人安慰上 申不害教韩昭侯 用术控制朝中的大臣 和身边的近臣 避免有奸臣弄权 甚至篡位 所以商鞅的一生 是背水一战的一生 敢于得罪人 以高姿态铲除一切障碍 不惜拿天下各国的利益 拿天下人 包括秦国人 来做秦国富强的垫脚师 代价呢 就是结仇太多 结怨太深 最后没得好死 但确实为秦国 铺好了富强之路 哪是不害呢 只愿意笼络人 不愿意得罪人 对那小心侍奉 韩昭侯这个大金主 对外结交外国权贵 来巩固个人地位 拿国家利益 给自己留后手 代价就是 韩国虽然仗也没少打 但越来越没有存在感 进入下行轨道之后 就再也没能翻身 只有他自己 一直享受着高官厚禄 寿终正寝 至于韩国将来 会不会在下坡路上 越滑越快 他应该是不在乎的 韩国既然执行了 身不害的示弱国策 为什么还要经常打仗呢 道理很简单 既然示弱 就要认大哥 认了大哥 就得承担小弟的义务 所以在认了魏国 当大哥之后 魏惠王要用兵的时候 韩昭侯就只好出兵打配合 如果韩昭侯偶然一件事 没做周全 马上就会被魏惠王摔打 最后只能向齐威王求救 这才有了马林之战 前面讲过 齐威王在接到韩国求援之后 并没有立刻派出援军 而是先对韩国使者 做出虚假承诺 骗韩国和魏国此刻 等韩国五战五败 这才真正出兵 这件事对韩国的影响是 依赖和先前的大哥魏国 反目成仇 就算还能恢复关系 彼此心里的这个刺儿啊 都不可能真正消失 那是五战五败之下 几乎被打残了 以后再也用不着 故意示弱 在管理学的意义上 无论是商鞅的人生 还是身不害的人生 都暴露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那就是大股东 应该以怎样的标准 来考核职业经理人 当代上市公司的考核指标 通常都是近期股价 这就会鼓励那些作为职业经理人的CEO 采取杀鸡取卵的经营方式 至于非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往往会采取身不害的策略 但这个真是大股东想要看到的吗 话说回来 马铃之战以后 韩国又先后发生两件大事 一是公元前337年 申不害死了 二是公元前335年 秦国攻打韩国大城 宜阳 这两件事 资质通鉴都有记载 让我们梳理一下时间线 马铃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41年 虽然韩国终于被齐国救了 但获救之前 被魏国几乎打残了 四年之后 申不害死了 再过两年 宜阳遭受了秦国的攻击 下一年就发生了 魏惠王和齐威王 殊州相亡的事情 而正是在同一年里 韩朝侯大兴土木 兴建高门 这是韩朝侯执政的第二十九年 下一年 韩朝侯就死掉了 从这样一条时间线来看 如果我们采取无知妇孺的视角 会觉得韩国一连串都是倒霉事 韩朝侯看来 也进入风烛残年了 兴建高门 应该是想冲冲洗吧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缘故 反正韩朝侯就是动工了 我们已经无踪得知 高门到底是一处怎样的建筑 也许是城门 也许是宫门 总之一定是高大威额 很费人力物力 韩朝侯的快乐 大概就像今天普通人搞装修的快乐 我们很难想象 在有人兴致盎然搞装修的时候 来串门的邻居 竟然预言他不可能活着住进这间房子 韩朝侯偏偏遇到了这样的怪人怪话 楚国人 屈一舅对他说 您是一定没机会走出这座门的 屈一舅这个名字 你也许还有印象 前面讲过 屈一舅狠狠批评过吴起 让吴起这样的英雄豪杰 无言以对 不知道为什么屈一舅这次出现在韩国 同样不知道为什么的是 屈一舅在韩朝侯面前竟然口无遮拦 虽然说中年逆耳 但以屈一舅这种不分身份 场合 一味进逆耳中年的尽头 按说在战国乱世 是没道理活过青春期的 无论如何 屈一舅好好地从吴起的风光时代 活到了韩朝侯的暮年 之所以他能预言韩朝侯没有享受高门落成的福分 是因为他可以从儒家立场做出准确推断 看出韩朝侯犯了一个天大的忌讳 不识 不识是屈一舅的原话 屈一舅自己解释说 我所谓的识 说的不是年月日 而是时机 人的一生既有有利的时机 也有不利的时机 当初呢 您曾经有过有利的时机 但那时候 你不趁机迎见高门 就要等到现在不利的时机来搞 去年秦国攻打阴阳 今年韩国又遭到旱灾 您不去好好体恤百姓 就在这个时候 大搞交涉淫逸的高门工程 这就叫时驱举营 这就是我所谓的不识 屈一舅的这段话 给我们贡献了一个很不常用的成语 时驱举营 意思是在艰难时事里铺张浪费 把穷日子过得像富裕日子一样 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解释 原文里的前年 意思是今年之前的那年 也就是去年 并不是现代汉语里前年的意思 至于驱一舅的预言 有没有得到应验 下一年就会敲待 胡三行为资质通鉴做柱 在这里呢 引用前辈学者徐广的话 批评韩朝侯 在国家多难的时候 大搞土木工程 又被治国之道 陈元的通鉴胡柱表威 抓住了胡三行的这番话 说胡三行大概在影射宋徽宗 因为宋徽宗正是在国家多难的时候 大搞园林建设 举国为之骚动 显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但是当代人读这段历史 很容易拿凯恩斯主义为韩朝侯辩护 认为越是艰难时事 政府呢越是需要扩大赤子 以功戴阵 没事呢 也必须找出事来 这样的话既能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 也能刺激国家经济 等经济起来了再拿赚的钱来消除赤字 而在古代社会 尤其是韩国 这个道理行不通 因为农业才是经济之本 而韩国的农业基础很差 粮食储备量很低 政府工程一旦侵占了农忙季节 后果会是灾难性的 就在韩朝侯迎见高门的同一年里 赵素侯要去郊游 被大成武总理半路拦下来 说现在正是农忙季节 一天都不能耽搁 一切事情都要为农耕让路 大成武的原话是这样一句 一日不做百日不食 这就是农耕文明的核心特点 所以儒家从孔子开始反复强调 使民以食这个命题 这个食归根结底就是农食 古代中国既然作为农耕文明 当然一切以农业为重 不管干什么都应该不为农食 天王老子也必须给农业生产让路 所以历朝历代 无数人人志士不断强调这样一种路径依赖 以至于工商业总是处于被打击和压制的地位 在我们责备古人之前 很有必要想到的是 我们自己也总是在自觉不自觉的强化着 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路径依赖 因为人类永远都在追求确定性 而身份认同感和路径依赖越强 确定性也就越强 在这一点上 我们其实并不比古人高明 好 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一讲 再见